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像很多女孩子都要求男方必须有车有房 其实对男方家庭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如果是娶当地的女孩 是不需要彩礼钱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和当地的女性结婚的话 政府还会有一定的奖励 只不过对男性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娶了当地女孩后必须要留在这个国家定居 尽管如此 这张政策还是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男性 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